對我們的市民友不友善 尤其在急診的部分 跟益處報告 因為這個想要的很多 需要的是有一定的限制 那我們希望說在品質上 還有在服務上 都能夠做到更好 我們的病患需要住院的 在這個急診的區域 等待的平均時間 你有沒有去統計過 在急診滯留率 這個我們有一直在追蹤 也有在督促各個醫院的改善 是啊 終究我覺得還是實況 跟我們的統計的可能會有落差 我們所接觸的 常常在這個急診室 等待的時間很久 但是要改善這種狀況 最終我們要朝向 既然已經升格第三年了 還是要朝向市立醫院來規劃 制設市立醫院 這個我們會在那個 醫療需求跟我們的成本預算 我們會做一個 會做一個更好的發展 副市長 你覺得有沒有這樣一個需求 我覺得未來 長期來講應該往這個方向走 長期不要太久 對啦 因為這裡面就剛剛升格 有很多社員要處理 那這個整合以後 我想我們現在做很多是 指標性的一個建設 這事關到我們市民健康 秀醫的醫療品質 我想應該是要積極去規劃 對 應該要規劃 列入重要的一個參考 好不好 另外這個老人免費假牙 滿意度的一個統計 我看看 我想老人會裝置的免費假牙 他不是為了美觀 我想說你們的滿意度 這是政策滿意度高達95% 但是在咀嚼方面 就是老人免費假牙裝置之後 咀嚼方面 認為有幫助的80% 那相對的20% 對咀嚼沒有幫助 我想老人免費假牙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幫助他吞咽 才能夠吸收營養 對他的健康才有幫助 那顯然還有20%的不滿意度 那這事都出在哪裡 一說因為咀嚼另外20% 他可能是幫助不大 有沒有再進一步追蹤 另外20%不願意表示意見 或者說不滿意的話 他是分布在哪一些診所 認為說他所做的假牙不滿意 一說講的是 我們對合約醫療院所的積查 那這方面我們都有做評估 我們在這三年來 我們如果對於做的不好 或是服務有疑義的 那我們也會給予解約 另外也有做合約醫療院所 我們的品質都有相當的把關 在20%裡面不願意表態 或者不滿意的 應該會有在集中 再拿幾家特約的一個診所 如果是這樣的 表示說他的在服務 我們的市民的免費假牙的裝置 是品質比較差的 應於主動解約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你認為可行不可行 假如真的有做的不好 我們會主動的實施這一項 但是因為假牙本來就有先天上的限制 謝謝 局長謝謝 另外23架 長者烈球菌的接種 我們準備了幾劑 哪些人需要 我們今年是5萬4千劑 哪一些老人急需要 或者說每一個 我們只要是65歲以上的老人 我們都可以施打 那我們的65歲以上老人很多 跟醫生報告 因為這個完全是自費的 那我們桃園市已經是 在全國是首先 首先在開放65歲以上的老人 施打 那通常在其他的縣市 這些都是要納在自費的 打了這個疫苗之後 會怎樣 它是保護 保護不受肺炎鏈球菌的侵犯 那它可以 跟流感沒有關係 它跟流感是不一樣的 它是細菌 好 局長謝謝 那要充分說明 讓我們的市民知道 另外那個處長 關於這個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個人力 你想說我們的百分比是下降的 但是經費 這個部分是增加的 這個在書面提供給我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昨天請教那個衛生局局長 謝謝 一座好 你好 因為時間有限 我就簡短說 關於那個 我就一樣延續光達議員那個部分 老人假牙的部分 那滿意度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在地方上 聽到很多民眾爭議 甚至市長在地方上 跑基層的 走基層的時候 也了解到 有人這樣反應 說老人假牙 我可能 我的政策真的是很好 但是真的裝了以後 有些人他可能不滿意 他就覺得說 我舉個例子 有些人在說 他去 我們區公所給他資料說 這個診所有 但他實際上去問以後 他可能診所跟他說 他沒有 沒有裝 所以這個部分 這第一個部分 我是覺得說 去局長去了解一下 就是說 哪些有提供老人假牙 這個的診所 服務的診所 這個要確實 不要讓我們民眾 跑到那邊去問了以後 結果又沒有 這是不是 郭樂團一座講的是 那個合約醫療院所的資料 那我們都有做一個牌子 然後在網站上也可以查詢 這個我們會再加強宣導 對 他就是 應該是確定有 因為是有 區公所給他資料資料 但是他本身 他真的過去以後發現 整所跟他說沒有 所以這應該是 不知道是什麼誤會 還是怎麼樣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 目前如果是不滿意 患者是不會自己 再墊一些錢 讓他做品質更好一點 這個部分可以嗎 比如說 這個 市長上任以後 就已經開放 自費補差額的部分 OKOK 那這個部分可能再宣導一下 是是 那這個第二個部分 我想問一下 剛才也有別的議員有提到 那個 夜間急診的部分 小額 就是 這個部分 真的對我們桃園的民眾 應該迫切需要 因為我自己也是 也是很 曾經 三更半夜 也是要 跑到林口長坑去 南桃園跑到林口長坑 這真的是 有時候 有時候會緩不忌急 但是因為我們南桃園 真的就比較 找不到 南桃園的話 就有桃園國軍醫院 一直有在 一直有在做這樣的服務 所以目前是三間診所 三間醫院 對 國軍醫院 跟布立桃園醫院 然後還有長坑醫院 好 那未來應該是 還有在規劃 還有在輔導一些 新的 別的醫院 也加入這個體系 我們會鼓勵兒科醫師 盡量在醫院工作 但是因為 那個現在的服務型態 那其實會讓兒科醫師 寧願在診所 不願意到醫院裡面去 那所以這個 我們會再努力 好 那最後一個 我就要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我有一個 不關鍵 就是關於那個 幼兒園的部分 幼兒園 常常最近有收到 就是關於 腸病毒的這個事情 腸病毒的事情 因為它就是說 我們 衛生所去 稀查的那個 頻率感覺就是 這個部分 你們 到時候 因為我有在 邀請我們的局長 甚至副局長 到時候 謝謝 請坐 好 接下來我們請 魯明哲議員 梁維超議員 蘇翠玲議員 三位議員 共用30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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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給大家看 2.9 他每位护士要服务的人数 4,963 每位护士要服务的 整年度的人次 要13,601 那相对比较起来 其他区域的里 你看看大员 20个人 他服务的里只有0.9里 他服务的人数是 1,558 这样的数字透露出什么呢 透露出 我们基层的卫生所的护士的人力 是不是有不足的状态 每一个人服务的里 整个桃源市的比例 是完全不符合的 局长 过去啊 大家都一直很强调啊 各大小医院的护士啊 都是血汗护士 那为什么我们公家也带头 让这些护士站在第一线 除了分配的人数不均之外 服务的里别大小不一样的状态之下 每个护士所要服务的人次啊 一年四千多人 多个人次 只有20个人 29个人去做服务的效益啊 到底这样的医疗品质 对于整个桃源市的医疗品质 品质的成效有没有出来 每个护士所要服务的时效的状态啊 我想 这样的次数跟这样的人力 严重的压造我们这些基层的护士 这个部分啊 是不是请我们李明泽如愿 继续来做个说明 要回答吗 对不起 局长 这个东西啊 我们把这个资料分配出来 你说总体的人数不够 我早上听你讲很多嘛 真的确实在基层非常非常辛苦 就在现在他们主任住在这边 大家很辛苦 现在在各个卫生所跟打仗一样 流感 对不对 非常辛苦啦 那辛苦的时候 好 先不要谈未来人数要补多少 我们现在就有个问题说 我人给你 你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分配吗 我们为了卫生所来绑查一下 他主要的一些指标 一些工作 主要的实项的工作 我们觉得有很多是跟李相关的啊 譬如说精神科这个病人那个仿视 是你负责的李有几个你就去嘛 所以我们去他应该跟李 一个人负责几个李相关 可是我们如何期待品质 因为有些区一个护士要负责三个李 有些区一个护士要负责一个李 我们讲大园区的主任 请起立下 代表大园区 好 大园区我们刚刚讲说 他的人数相对他的礼别 可以做到一个公卫护士 一个公卫护士对 差不多一个李 我们不是说他比较轻松哦 我感觉这是不是标准 刚好而已 是其他人也要补出这个人数比啊 或者李别啊 不然我请问一下你怎么去做嘛 像我们在中立市比较大的社区 一个李自立李 一个李啊 可能这个精神科的患者 一两百人你要那一个人他负责三个李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给你一个数据 因为我们看得不太懂 这边画红色的是觉得说 这个比例平均值是一点八 全市的平均值是一个公卫护士 以目前的能力应该分配到一点八个李 可是为什么有几个区 他要负责将近三个李 这是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 以护士来讲 平均是两千八百零五 是一个公卫护士 平均现在应该分配的 可是有些人是两倍 我便于说后面我就不再说了 这个是最客气的一个数字 因为这个是把编制的名额除 事实上现在 所有这个十三区的主任 你在区里面 你们的公卫 这个护士员工 目前有缺額的请举手 不管请产假什么假 还没补缺的请举手 举高一点好不好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 我是眼睛眩了 好手放下 其实我看到我觉得很难过了 我真的很难过 因为我听到很多的一个公卫护士 来给我们一个陈请 我跟你讲 那个真的感觉是 有那个血泪 因为如果你这个数字 你再去除 以凭证为例 现在缺了四个正式人员 那除出来那数字是什么 我已经不太会了 那中立现在两个请产假 对不对 然后两个缺額 也缺 实际做事的人 就少了四个人嘛 那你自己去除除看 我想这张表 局长我给你一个建议 总是在人力不足之下 总是要有讲一个平衡点吧 我这个建议你接不接受 我接受 你研究一下 不一定是大员区最轻松 如果说你们觉得服务的质量 您说因为这个原额在县府时期 就已经都已经排到107年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 我们现在也在召集13个卫生所 我们要讨论业务跟人员的重新分配 不是 所以我讲 这个局长 我们从这个表里头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真的觉得 我替我们凭证报区 为什么 我们以人口数来看 你看大员八万六千六百零九人 我们凭证二十二万人 一个八万六 一个二十二万 结果呢 你们分配的公共卫护士 竟然是一样 二十个人 我凭证服务二十二万人 也是二十个公卫护士 大员服务八万六千人 也是二十个公卫护士 我们用这个数据 有考虑到卫生室 还有那个医疗资源 如果区内已经有医疗院所的话 那他的分配元素会有调整 你这样讲又不对 因为你们考核的指标 你可没有因为 你的医疗院所的多寡 而进行筛检 不是说我凭证这个区医疗院所多 医疗院所的指标也算在 卫生所的指标里面 他们的成绩也算在卫生所里面 问题是你一些访试 你要去做宣导 去做访试的 他就是固定的工作 他就是这些公共卫生护士 要去做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说 从这张表里头 我们看起来就觉得 他的分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认为你应该要 好好的去检讨 我想蔡局长 这个 虎口婆心给你建议 我相信你也看出一些问题 尤其人是在这里 因为你现在太多的指标 是跟你刚刚讲的 有些机制 没有这么直接相关的 譬如精神病的仿治 帕萨尼一跳出来 是A级刚出院的 就要几次 一年要七八次 那跟我旁边有没有医院 有些真的是没有关系 你好好真的要去研究一下 人生你请坐 我是觉得我们最近在研究 卫生所这个问题 这阵子发生了一个大问题 但对我们来说 有些部分该怎么样去调查 那有些部分我们不便在这边说什么 但是应该给我们一些启发 其实我看到我是很紧张 这次的事件 当有些议员讲说什么轮掉 你不用轮掉了 我看也不用大风吹了 他们自己想了 不想干的 不想干的 你想留都留不下来 所以在这个时机 你怎么安定人心 不然真的是我们桃园公卫的大灾难 非常大的灾难 有可能发生 但是我总是 因为我觉得危机有可能是转机 是很大的危机 它的转机 你要不要趁这个接骨眼 去解决一些问题 要不要趁这个接骨眼 把一些大家这么辛苦的人力调整 跟郑市长说 他们真的人不够 能够每一年怎么样去增加 这个原额方式来处理 不然我们再看 它真的是最大的一个血汗工厂 人少 刚刚说了 我们觉得相对人真的 你也说人不够 事情多 那指标 我早上严重演义员讲了一堆指标 离家远 我跟你讲 离家距离什么时候最远 就是走过你家门 老是进不去 老是假日的时候 孩子在家 你回不了家 那个家是最远 我觉得我们现在 所有假日 他们在拼 所有的指标 我不敢讲 说是局长 你的指标 就拼命 他们在这里 假日 几乎是 每日每夜在那边搞 现在的事实是这样的 我要请问一下 刚刚大概有十几个 卫生所的代表都举手了 其实我觉得很难过 很紧张 这表示不是个案 你不能做事 我不管 不管你这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听说某一所 去年十二月十一月的时间 御婴假就请了 没必请一年 到今年九月了 人家请了 副长 你坐着听 我说这前线在打仗 前线在吃紧 那我就 我们补人可以这样的搞的 他虽然是派在外面的单位 不能说我们看得到 他这边到现在 一年快到了 御婴假快请完 快回来了 这十二个月 他的事谁做嘛 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像我知道中立 缺四个 平成缺四个 你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补上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因为民众在 接受你的service的时候 他没有听你这么解释 好不好 真打到打不到 他整体的service 什么样把人力补上 什么很难补 那你们这边要又磕 储备人才在这里 一有缺 把储备人才叫过去 我不管你想任何方式 现在缺額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 这个 会长请坐 你现在加班费 到底怎么 怎么分配的 就是卫生所 你加班费 怎么给他们的 是以这个立足点的平等 就是这个 一个人头 配多少钱 就不管 我们有一笔总体的加班费 一个护士要搞三个零 当中 尊重工卫护士的选择 他可以做补修 或者是 或者是做加班 那你跟一座报告 其实我 其实我是真的 我已经看不懂 你们会去好好研究一下 因为就去年七月 下半年的 七月到十月的加班费 即使大员是一个人负责一个礼 但他加班费 两千 加班的时数 是两千五百七八个小时 是整个十三个所里面 排名 有些卫生所比较会申请加班费 所以我不太懂 我不太懂 你们这整个关联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们觉得 人服务人更多的 那事实上 他加班费也没分配到更多 那我刚刚为什么讲雪旱工厂 雪旱工厂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工作多 第二个该有的福利 该有的钱 还领不到 怎么说呢 这十三个所 这十三个所 去年下半年 总加班的时数 两万 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个小时 你们给钱的 你早上来说 我们就是 就是给加班费吧 给加班费 我觉得 我觉得我念完 你觉得是心态的问题 还是想法有问题 我觉得真的有问题 你给加班费 只有给了三千四百零七个小时 两万九 你给钱的只有三千四 其他你就用补修 补修 两万五千九百九 是假如是给他们补修 所以工卫护士 缺额 缺额 他每天事情做不完 他也许拼命找一天去补修 还会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工作要丢给别人 那这种补修怎么补得完呢 所以 政府赚到了 我跟你讲 赚很大 为什么 你说你去补修啊 半年没有补修注销 感谢你贡献政府 去年十三个卫生所 贡献政府的 没有时间补修 总共两千八百二十九个小时 除以一天八个小时 三百五十四天 他们做半年送国家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五十四天 我是觉得现在人不够 造成他们休假根本没办法休 人力问题要立刻的来解决 另外第三个血案 这个工厂的特征啊 就没人保护啊 你知道吗 人家都有工会组织啊 对不对 我们市长也很支持华红工会啊 可是叫他来支持一下 我们这些劳基法可怜的员工嘛 把他那个力量用在这里嘛 闪在各个卫生所 一个卫生所五六个 试用劳基法的 对不起啊 正式的原因先不要谈 试用劳基法的 对不对 三分之一左右 各个卫生所大约三分之一左右 那试用劳基法 你要怎么给他修 他的工会在哪里 工会已经被环保局占去了 他每天在讨论 环保局该修几天假 没有讨论到工会护士啊 我谁帮他维权一咬 王副长在那边 也听我讲很多情况嘛 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些劳基法 一直在修在拼命 你这些人 你要小 这个护士这么辛苦 他家人你要怎么给他修 他现在家人家班怎么修 你还说我给他加班费 家人一例一修 没那么简单哦 9月28号 当天我不希望一世多治 不希望一世多治 就一个明明白白的例子 清洁队怎么修啊 清洁队跟你 你的这些三分之一的劳工一样 都完全的位阶一样 适用劳基法 他9月28号到那天 家人营休假 他上班 上班的人 白天班 家一休一 不是啦 这个我就不问局长 环保局啊 一样一个劳工在9月28假日 来加班 开出去条件 给你加班费一天 八小时 你再休假一天 我是觉得可能是刚好吧 结果呢 那天啊 正好星期三啊 晚上不收垃圾 结果市场说 我们那天账上收垃圾 结果晚班啊 本来不收垃圾的 家一休二 我们这些工会护士在干什么 他不是讨厌市政府的劳工吗 护士长 我们觉得我们绝对有权利去要求 他们如果假日 你还要他来加班的时候 你要比照环保局 环保局为什么做得出来 他钱多嘛 他真的白天班嘉义秀英 听说那临时人员跟公务人员的方式是一样的 我知道吧 我没有讲公务人员嘛 我讲那边适用牢记法的人员 所以我是说 你不要适用牢记法的人员 跟其他的我们市政府里面的福利差那么多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要把它平衡一下 刚刚我们鲁议员讲了很多 有关我们整个13个区的 这个卫生所的人力的配置 我们从刚刚的数据里头就可以知道 事实上长久以来 我也一直不断地在讲 卫生所是真的血汗工厂 之前不就流传一句话吗 卫生所里头流传一句话 就是小孩自己会长大 对不对 因为没有时间雇自己家里头的小孩 都在雇外面 所以孩子就让他自己长大就好了 那从刚刚数据里头可以看到 一个他们的人数是人力配置非常的不均 然后第二个呢 而且人很少 第二个呢 是他们的工作的指标项目非常的多 工作量非常的大 那所以血汗工厂四个字 放在卫生所里头 不光是卫生所的护士 包括主任都一样 我们现在很常常在假日 在很多的社团活动 我们都看到卫生所一定都会派一个摊会在那个地方 不是做宣导 就是做筛检 不然就是做注射 对不对 我刚刚还碰到 凭证卫生所的 在老人会那边帮忙打这个流感疫苗 流感的业务 对 好 我们发生了这件事情 什么是艾滋病 这个筛检的这个问题 听说是我们卫生局自己主动 卫生局的阵风处 是吧 阵风市 是 好 卫生局阵风市 我在这里会很沉痛的讲一句话 卫生所 卫生局有卫生局的考量 可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卫生局今天做这件事情 你在没有做相关的厘清 跟了解全盘的这个状况的情况之下 你把这件案子直接移送 这是在打击整个基层这个士气 而且我在这里大胆预测 它会造成整个公卫体系 桃园市公卫体系的崩坏 崩坏的开始 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看到 这个数据来看 今天这十三 这几个六个区 是不是 六个区他们 在你们所谓的这个经费 打这个疫苗的经费 他们所谓诈领的这个经费 平均算起来 平均算起来 一个卫生所的主任 平均算起来 一个月不到三千块 我认为 今天如果他不是为了要奉献公卫体系 他自己在家里开诊所 他赚的远远不止三千块 他赚的可能是三千块的 二三十倍都有可能 卫生局正风 正风是移送的是 爱滋病相关 是传染病防治法的条例 他是针对告知这部分 是针对告知 对 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 针对告知 这个是衍生出来的嘛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你们是针对告知的部分 然后后来这个连政署调查是说 他们有诈领嘛 对不对 他说因为你没告知 所以你没告知 你请得的这些款项都算诈领嘛 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要来讲就是什么叫做有告知没告知 在你们之前给他们给所有卫生所里头的资料里头显示 艾滋病的筛检B1计划 对不对 他第一个筛检的对象 然后第二个就你这个要同意 对不对 艾滋病的条例里头也规定 对你必须告知嘛 就你讲的 但他的告知是什么呢 不拘啊 采书面方式或者口头形式都可以啊 是不是 那包括卫生所里头 其实都有那个绿色的小单张 在告诉所有的这个病患嘛 是不是这样 好 那今天你既然你的这个上面写的书面告知也可以 口头告知也可以 然后你现在又说他没有告知 然后没有告知 那我们现在这样讲 那今天 今天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的数据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的量 你说没告知 然后所以就帮他做了 你的目的呢 我们现在看到 林郑署他的理由是说 你没告知 那你没告知 你就做 你不符合筛检的对象 因为筛检的对象是必须有罹患性病的 才是你的筛检对象嘛 好 那你呢 没有按照这个筛检对象去筛检 你对一般民众做筛检 而且你没有告知 好 那你的目的 他们连政 现在连政署的看法是 因为你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要 要多做 你就可以多请领钱 因为每一个人可以有225块钱 然后扣掉成本之后 扣掉成本 然后剩下来的钱 10% 这个缴到作业基金 医疗作业基金 9%上缴到卫生局 然后另外呢 83% 是不是 81 流存在卫生所里头 然后再由主任跟基层人员的奖励金 好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他们 你们的 连政署的认为 是他们是为了钱 可是我们看来 在我们看来 他不会为了3000块钱 每天加班 礼拜六 礼拜天也加班 然后来为了这3000块钱 我想 好 那为了是什么呢 那现在就问嘛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 他如果不是为了钱 他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目标数码 因为为了要达成 你卫生局所要求的目标数码 我们看 如果按照 这个CDC的规定 说你要有罹患性病的 你才能够来做筛检的话 你知道 从91年到现在 我们罹患梅毒的病患 跟罹患零病的病患 加起来 也不过才23000多人 全国 23000多 好 23000多人 我们去 不要除23线市 我就除六都就好了 假设这些人 全部集中在六都 全部除在六都好了 我们桃园就算有 也是3834人 从91年到现在 3834 可是我们看到 历年来 从98年 97年 98年开始 你们定的目标数是多少 一万四千多人 97年一万四千多 98年 98年也是一万四 99年也一万四 我们上任以后 就把这些目标数都取消掉了 我们四年就都取消掉了 你是现在 104年开始取消 103年就把它都取消掉了 103年取消 是 好 来 我跟你慢慢讨论 你 97 98 99 100年 你们定的目标数都一万四千人 我请教你 全部罹患性病的 要达成你的目标数 你现在说 对 所以我103年 我把它取消了 局长我请教你 你什么时候到桃園市政府来任职的 102年10月 102年 所以 你102年的时候还有目标数啊 如果你们就知道 这个目标数是不合理的 是不对的 那在103 104 你们就应该要告诫卫生所 说不要再冲目标数了 这个是不对的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请教 黄翠銘黄课长 对 98年那时候 你应该就是在集管课吧 对不对 三月之后 不在集管课 98年 那97年在集管课吧 是吧 好 那你也待在 桃園市政府也待了很久嘛 你待到什么时候 你到105年 100年才离开的嘛 对不对 所以 你在98 99 100 也都在桃園市政府卫生局嘛 那如果 你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的目标数 是不对的 你们为什么没有 马上做修正 你们为什么没有 马上要求 卫生所 去做变更 变更他们的这个作业模式 为什么没有 我话再讲回来 还有 今天刚刚讲了 你这些钱 都有上缴 都有上缴 如果今天 他们做的这些 爱知筛检的钱 被认定是诈领 他们有罪 那我告诉你 你卫生局里头也有罪 你桃園市政府也有罪 因为那些都 如果那些 是不乏所得 那对不起 你这不乏所得 也进入事故 也在你卫生局里头 那你卫生局用的这笔钱 算什么 你们要不要把卫生局里头的人 一起移送 要不要 你说卫生局的统筹金的用途 都有行政院的规定 我们是用在卫生所的仪器跟医疗器材 没有人员的补助 这个局长 其实有个独树独果的理论 你在这个事件上面 其实我觉得你们很尴尬 你当天晚上就是学一个 觉得心痛 觉得心痛 会看到你FB 其实我跟你讲 现在公卫护士 他们觉得痛心 你们感觉 你是觉得很柔 但我觉得有些干部好像要做完美切割 怎么完美得了 98年 黄检任科长 你那时候数据当时你们怎么定出来的 你们这边三朝元老很多 当时林专闻你在新北市 人家新北市老师讲中央 新北市当时定的标准就不一样 那就是你们搞的嘛 就是当时讨厌线 但是你们很多人也在 怎么可以完美缺割呢 不是我们是 都是那个主任 他们搞不清楚这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 你们要觉得这个事情 不要稳住公卫这样的一个理念 你要来协助他们 当然有一些误会 有一些做的 他们觉得有点疏忽的地方 那坦白讲 到底困扰点在哪里 按照你刚刚讲说 那个法规就都要事先告知嘛 是不是都要事先告知 医疗行为都应该要事先告知 医疗法跟医师法规定 那个副局长 副局长 你是业界来的嘛 所以你没有做为公卫护士 那局长你也没做为公卫护士 我跟你讲 那他们还会犯法 不要做了 下一业界就不要做了 口腔还筛检 你知道怎么筛吗 现在 你们要的业绩对不对 站在人潮处工业区 医疗我们现在已经禁止用 那我问你嘛 要不要叫他签名嘛 冲做假的目标数 这个我们不是不这样 他不是做假目标数哦 这不符合规定的目标数 好了 我例如说像这种东西 要不要告知 麻烦你张开一下 把你咽一下口香来 你在骑摩车 叫你要沾一下 拿回去咽 那我在这里 我有个梦 我觉得现在问题点 最大问题点 是你们现在局长 部局长 当然你们这个念书念的 可能比较好 你们没有做过工卫护士 我一个梦 我希望你们能够做 一天的工卫护士 一天的 而且告诉我 你来做一天的工卫护士 把他们主要的项目 以他们的角度 他们的困难点 你做一天的工卫护士 如果说你时间订不出来 就是我执行的那一天 局长 部局长 编两队 到桃园市火车站前面 摆桌 开摊 不是开神坛 开摊 局长 你就负责 艾滋病的筛检 每一个人过来 先生我帮你做个艾滋病筛检 我跟你讲 没被打算赚到 你就开始做 看有几个人 副局长 你就负责叫人家 嘴巴张开 先生 过来一下 帮你做一下 看你可能有口香还 做一下筛检 你们做做看 我是觉得怎么去做 你们现在刚刚讲了 这一日护士 你们要我那天总咨询去做也可以 你们自己安排一下 重点是 你刚刚讲过去的所有的问题 目标数太高 对不对 压人家来不了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有多少指标压在他们身上 你说这些公共卫生服务 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公职护士应该要做的 不合理的目标数 我们都已经进入在检讨 我给你好生意 你们精神科的一个仿式 中立人很多 1957人 你们给他什么目标数 副局长 他们人都缺了 你要去看几次 一年 这个人数乘以4.5倍 要求他们忙不完 今天的塔流感 要求他们一年看8806次 对 讲了太多都可以检讨 你在讲解决前面问题的时候 可是民众还是有这个需求 因为那个公共卫生服务 其实民众一直都有这个需求 那我觉得 我觉得根本知道应该要是补充人力 局长这样 你要用我总职军的时间 或自己安排时间 来实习公卫护士 一日公卫护士 你跟我说 如果没办法 就按照我就好四十分钟给你们 做半个小时的公卫护士 一个爱之筛点 一个是口腔 跟还有减重指标 看人家比较胖过来 先让我看人过来 因为我觉得你比较麦大概二七 你们去做 你们坐一下 好 谢谢 请坐 接下来请黄富淑乡议员发言 等一下那个牌子给他先拿开 好 谢谢主席 好 请开始 谢谢 蔡局长 辛苦了 是 姨总好 本期还是要问你 因为本期在好几次的工作报告中 我希望我们南区 因为人口一直快速增加 希望能够建市立的医院 可是在目前我看你是没有这样子的规划 打算在经费上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可是我们南区啊 重度急救责任医院啊 当我们在105年啊 为了没办法盖 我们好 就旧区医院 我们要让他提升为重度的 这个急救医院 让这个资源不足啊 让他们能够有联防及医事人力的整合 所以我们给他提高他的医疗服务品值跟能量 我们给他编列预算给他协助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请问一下 你认为这104年啊 105年我们有陆续编嘛 这样编下去这2500万 给这个五家医院啊 你觉得成效如何 根据做报告 因为那个要提升成重度的话 它里面的指标有二三十项 那但是我们因为不可能医院不可能不错而救 我知道嘛 你要一项一项来嘛 你说要有五项以上 问题是你已经做了一两年了 到底成效怎样 成效怎样 根据做报告 像桃园医院的话 他们现在的创伤科跟儿科 都已经有在做提升 那立新医院的话 他们的心血管的成绩也提高了 那另外国军跟 国军跟天成 那这方面的话 天成不在里面 圣保禄对不起 圣保禄跟敏圣 我希望这样子的补助管下去 给这五家医院 让他们提升这医疗品质 医疗服务的人力整合 不要在这个所谓的台面 就是指上谈兵 真正的要能够落实 如果成效好的 你有没有考核制度 如果成效好的 你把他补助管编多一点给他 成效不好的就要降低 或者换医院 还有其他的区医院 他也很想要变成 比较好的一个区医院 也希望能够提高他的医疗品质 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独厚这五家呢 是不是这样 轮着来可以吗 我们是以大家提的计划 觉得最可行的 我们会请专家评估以后 你认为最可行 那别人也认为他可行 是不是有的 你也要给一些区域 还不够这样的 那个看到有没有意愿 去做评估看看 好不好 我想这个才能够真正提升 不好的成效不好 我们就拉掉了 这样好不好 不能永远是他们在享受 这些预算经费啊 是 可以吗 好不好 好谢谢一座 那另外我请教你 2.0长照计划 长照计划2.0 是 局长你了解吗 是 通过了吗 在9月的时候 行政院已经拍板了 9月29号 行政院3516次会议 拍板定案 可是我想请教一下 你准备好了吗 你说这个长照我们一直在做 然后我们也配合长照2.0的计划跟品质 我们会再做提升 那这个我们会跟社会局一起来努力 你说你一直在做 我想请问一下 你的人力啊 我看到这个行政院的这些报告跟大纲 我真的讲我害怕 我害怕我们卫生局啊 你不能用说我有在做 我只要成立日照中心 我只要怎么讲 我有有有 长照计划有在做 用嘴巴讲的 我看到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行政院正式的版本 长照10年计划2.0报告 说实在 我们进入这个高龄化社会 我们以后的这一个 这个未来加户人数 我们要照顾长者的人数 会变成多少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就是说一个年轻人照顾的长者 多少 应该是到 3到5个人 目前是3比1吧 很快进入1比1了 加上女性劳动参与日 日渐增加 女性又去上班了 所以我跟你讲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长照计划 65岁以上 失智 失能的一些老人 或者是更轻微的老人 必须要透过我们这个长照计划 所有里面的 这个 这个怎么讲 去做一个 给他最好的一个照顾 制度 我现在看你 目前的工作报告 对于这一块 在去年的回答 也是说 有有有 我们在做 到今年 一样六间的长日照中心 没有进展 一说我们已经有在增加 增加日照的 那你的人力 你预估在你的报告里面 你大概要增加多少人 一说是说总体的人力 还是说照专 整体的人力 整体的人力 因为我们因应服务项目 从10项变成17项 一说问的是 要服务的人 你这个长照啊 目前已经通过 表示就是要做了 对不对 对要做了 那你地方政府 对于我们这个 长照人力的专业训练 发展 跟一般的衣事人员 跟一些 什么 所谓的 比较基层那些 欧巴桑训练他去能够照顾 就像幼保照顾那个 幼稚园一样 要有专门跟社区结合专门去照顾 一说那个长照的人员 他包括有外傭 然后还有自家的照顾 然后以及专业人员的照顾 一说我是跟你们报告 刚才提到长照人员 主要是分这三大项来源 那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就是补充 这个专业的协助人员 所以卫生局对于这样人力的培养 专业的培养 我们一直有在做 不是你们的工作 包括那个长照 不是啊 不管是 是吗 我们 科长你回答一下 是不是你们的工作 这边很清楚的 刚通过的卫生局发展人力资源 我们卫福部下面的卫生局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我们卫生局做人力的培养 一说在那个照管专员 还有我们补充人员的部分 是我们卫生局做培育的工作 所以局长你的观念没有表示你不会去执行这一块 一说因为您的问题比较大 我想这个长照是个非常重要计划 跨局处不止就卫生局 我想我在召开会议把这个相关的界面把它弄清楚 那么大家分工一下 已经通过了你们都还搞不清楚 一说我们负责的是照管专员跟医事人员 这方面我们都有在做训练 专业人员培养成啊 再三年五年啊 我们今年就已经培养了一千多人 这是中央的政策耶 你们有 我们每年都有在做 那今年的话已经有培养一事人员 有长期照顾专业的部分 已经有到一千人 一千人专业训练课程 你是课程训练那一千人 那一千人是有领友证照的吗 这个上完课有训练证照 有通过它会有考试 通过以后就会有证照 通过以后就会有证照 今天要跟你讨论这个 这个长照计划这个 必须要落实啊 而不是数字上 或者你去上课 专业训练上个有来一千人 上过课了 这个人这个可以吗 上下去做吗 我问你可以吗 一座我们训练的是一事人员 所以我们只是增加它 长照部分的专业训练 那一座刚才提到的 很多照护专员服务专员 那这个不是 其实局长你可能没有搞清楚啦 当然啦题目很多 可是局长我再次的跟你拜托一下 黄副事长 长照计划既然在9月29号通过 我们不管人事处这边 要怎么协助我们 卫生局增加人力 增加正事的人力 来帮忙他训练这些 所谓的长照的专业照顾者 来照顾我们的这些需要照顾的 这个失能失智的长者 这一块必须要做 才可以减少家庭的负担 年轻人的负担 他才可以去上班 不然这样的家庭会每下愈旷 越来 没有办法工作照顾老人家 没办法去工作 就没有钱 要靠失业 领失业救济金 或者是中低收入户来生存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拜托一下好不好 卫生局长 局长不是只有来 好谢谢请坐时间到 好那么大家辛苦了 我们今天所有是次序登记的议员 充分发言完毕 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请各位到餐厅用餐散会 来 うん financial 我 我 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